北京德云同事会馆 祝郭总市长 祝家人们 谢谢大家 师好 做好 我谢谢各位 我们全体爱兵 祝郭老师 祝郭老师 每年1月18日 既是德云班主郭德纲的生日 也是德云社一年一度的年会 这一天 但凡是在北京的徒弟们 都会聚在德云红市会馆 一起给班主郭德纲过生日 也是在这一天 身为德云社签约艺人的郭德纲 才会变身郭董事长 德云红市会馆的贺词 还有德云社众人的祝福 也让郭德纲在这一天快乐许久 给师傅过完生日后 接下来就是德云社各位全们 期待许久的年会 因为在年会上 不仅能收到丰厚的现金红包 运气好的 还能抽到德云社定制的金条 抽奖的时候必不可少的 德云社也好 我们自己也好 要拿出一些个奖励来 大家辛苦一年了 最小的那些个 生活的器皿啊 家用电器啊 这是最小的了 也有的就是直接的现金的 或者是金条什么的 奖励金条分两种 一种就是抽的 一种就是按照你的 这一年的工作表现 是奖励的 小的家风电器 大到现金金条 怪不得打工人 都羡慕德云社的年会 毕竟人家给的是 实打实的东西 不过要说到 郭德纲的生日 那摄尔哥就不得不说一下 2021年在天际卫视 录制向日春晚的郭德纲 被自家徒弟和搭档 感动落泪的事情了 师父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爹 生日快乐 儿子祝福您身体健康 祝您生日快乐 师父您懂我 我爱你 祝我老师 生日快乐 三哥孔玉龙的一生天 千二哥的一句生日快乐 徒弟们的成长 知己的陪伴 即使一向坚强的郭德纲 也是没能忍住眼眶里的热泪 不过最早让郭德纲生日感动的 还得是德云一哥 岳云鹏送的礼物 这我生日快乐 这钱您喜欢什么 您买什么 哪儿的钱 我心里热乎乎的列位 这是真正拿我当家大人 哎呀 但是有时候也纳闷 怎么每张钱都是湿的呢 徒弟媳妇说了 岳云鹏太难过 手前是哭的都不行了 一搭一搭的湿润现金 是岳云鹏回忆过往留下的泪水 也是身为徒弟感恩师父的泪水 不过郭德纲收到最用心的礼物 还得是自家搭档鱼谦送的 作为传统班舍的班主 郭德纲对戏曲十分喜爱 了解郭德纲喜好的鱼谦 还专门找人脱关系 寻到了一把戏曲大家 梅兰芳亲笔提子的扇子 虽说寻找过程十分曲折 但好在成功给了郭德纲 一个大大的惊喜 要不说 事哥羡慕老两口的感情呢 这边千尔大爷刚送出扇子 那边郭老师就从国外 买了一匹价值百万的骏马 马都拉到我马场里去了 我还在外地拍戏呢 他也告诉我的马场的人员 就别跟鱼老说 然后等我过生日那天 他才告诉我 很激动很激动 实际上不是钱的事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我得送到你的心坎里去 对吧 要送你喜欢的东西 为了给千尔哥欣喜 老郭还专门叮嘱千尔大爷 马场的工作人员 不要告诉郁千尔 看来老郭骨子里还是有浪漫的天分 别看老两口之间的感情十分美好 但换到徒弟身上 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虽说岳云鹏和孙岳在台上默契十足 台下的他们关系更是好上加好 但是谁能想到 只要到过年时刻 多少年的默契都不管事 你还别说 岳云鹏这下跪姿势还挺熟悉 只是苦了一旁的曹赫阳 最说跟着一起跪了吧 但这压醉钱是一分也没拿到 还得是尚小菊聪明 看见师爷孙岳的时候 下回磕头拜年掏二维码 一气合成 从岳云鹏到尚小菊 怪不得作为德云社大倍卸金 只要到过年就自动消失 要不然一年挣的钱 还不够发压岁去 您喜欢这样的德云社吗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酒粮 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 我怎么忘记了